其实这台C5 Aircross之前统哥就有 它就是有非常好的舒适性的乘坐感 但是呢又是发系车 除了舒服又有操控 所以这部车真的是非常得我们心 我们可以说它以家为名 以舒适为出发点在设计导向的一台车 对不对 然后外观上看起来它又有很独特的风景 没错像这次的小改款就我觉得非常特别 因为呢之前呢 大家现在的车型包括这个七系列 是不是都是双层的 是分离式 对分离式的 但是呢上一代就是 那现在它又把这个分离式 做更多的造型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全新的这个双人形的LED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造型 耶 统哥的手看一下统哥一直这样比 没错没错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啊 比V都不能这样比 他们要这样 对要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有一点时髦 这就在它的新的厂灰上 是不是这样设计 双人形 对之前呢是镀铬造型 那现在是这个周边是镀铬 但中间是黑色烤漆 然后包括在这个日行灯里面 也有像那个钢琴键一样的反差 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我的感觉不是设计师说的 就是说这有那种新型LED 这种点点点新 这个所谓的这种新型的造型 跟LED的造型 所以其实科技感上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然后它这个永光灯在下面 对对对对 这就是它把LED灯做得像乳素灯 所以它可以又把这个造型放开来 因为现在我发觉 所有的LED灯越做越细 有没有 大家都点音都眯起来了 然后我们就说延伸很锐利 但是你我们说同中取义 没错 它要做出那个独特性 有那个感觉 没错 对 所以车头的元素 你还喜欢哪些 其实我最喜欢这个亮的 我们我们看黑的多了 这个下巴 这个烤漆 然后你可以看到 配上这个水箱护照 它又做了有放射感 所以它不是像 大家都做什么风 风槽型 植铺型 它就是又做出了不同的设计 我觉得这是发系车 一支在造型上 会让大家有非常多surprise 然后又觉得 哇又是一个全新造型 没错 所以C5 Aircross 一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我相信印象都会很深刻 对吧 然后再看到 刚刚有讲说 这台车 对 它本身其实 兼顾的舒适 但又要兼具操控 没错 底盘不能不讲一下 没错 底盘呢 当然它就是 它的非常有名的 抑压设计的避震器 这个 Progressive Hydraulic Bomb 它的设计呢 其实我们等会儿再讲 但是它就是让你在 在舒服之下呢 如果你激烈操架 它会侧倾侧倾 然后它会有个 抑压的Bomb Stop Hold住你的侧倾 所以你会 Hold住 Hold住 对 你不会 这样失控的感觉 我们在讲 那个休旅车的侧倾 我觉得它抑制的还蛮好 没错 没错 然后看胎圈的配置 对 那它的轮胎呢 当然就是米其林 法国国产胎 但是在国际上来讲 它就是最好的舒适胎 因为它除了这个宁静以外 然后它的 这一条是这个 Latitude Touring 所以它就是休旅车 但是是这个舒适胎 所以标配18寸 对 而且它的轮胎胎宽 235 55 18 还又比一般的225 又多一个尺寸 所以它真的是有在计算 不管是操控 不管舒适 它的顾道 而且我觉得这个轮圈 也很漂亮 大家都是双色切割 但是呢 它又把切割 再切割 我觉得它就是 在造型上 又多了一个设计感 还有侧面 我们会看到Airbomb的部分 也是它的一大特色 没错 Airbomb呢 大家之前都是用 非常突出的色差 它现在又把它改回来 它有不同颜色可以选 是是是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它们总是在设计好之后 又有不同的变化 其实Airbomb本身 你那个外框 你是黑色的 或者是 我记得我试车的时候 是有一个蓝色的 还有红的 还有白的 像对面那一部 但是你看 我觉得这部车 除了操控好 为什么发系车 都标榜它舒适 因为它的空间利用 非常的棒 我们前座 坐起来像舒服 就像一个沙发一样 但是我觉得后座很重要 因为大家知道 SUV通常都会坐超过四个人 对不对 偶尔总是要坐五个人 但是总觉得后座打开门 谁要坐中间 坐中间 如果我跟家人一起出门 对 我自己都坐中间 是不是 我们都要牺牲 真的 结果坐中间的 通常都是 也是我 因为你会想说 这个位置相对来说 它通常都是 比较尴尬一点 对 可是 公平 就是Sichiro 他们的一大特色 它就可以中间坐到 中间椅子 没有高领 然后呢 它又把后座呢 均分成三个 三张独立座 而且它的椅子 还可以前后移动 我来坐坐看要不要 这张椅子 我们现在这样看 大家目视 是不是会觉得说 它还蛮平的 对 那你就会怕 这种椅子 是不是还不够柔软啊 不够舒服啊 完全不会 在你接触到它的那一刻 你就会说 哎哟 对 这椅子很柔软 很弹Q 没错 它很聪明 它在这个椅垫呢 上面在做出 一个造型来 对 所以 它就是做起来 就是你会觉得 刚好有支撑到 而且呢 你会有那种陷进去的感觉 而且正因为 它中间这里比较平 所以 你不要说 瘦的人你来坐 觉得好坐 其实体型稍微 宽胖一点的 对 它坐着 它也会觉得 也不会卡住 这张椅子挺舒服的 对吗 然后中间这里 有独立座风 下面有充电槽之外 刚刚统哥一直在说 中间这个位置 对 你看 多好 就是很轻松 我拥有的空间 跟这一张就一模一样 对 对 对吧 没错 然后中间又很平整 所以脚放着 也置放的挺好 没错 而且你看 头部空间 很好 有看到吗 超过两个拳头 超过 超过 这样 远远超过两个拳头 这就是 CW Aircores 我觉得在空间上 它有很多优异的地方 对 真的是你坐进来之后 你马上感觉得到 没错 好 那继续再往后来看 很多的线条 在设计与会的部分 让统哥觉得 很好 来 后面尾灯 耶 又是一个造型 然后呢 可以看到一样 它有上面的像钢琴键一样 嗯 但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说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红色钢琴键 如果世界上有人打造第一台 你就说 我是从Aircores这边 得到的这个idea 统哥独发迹响 那它的尾门 是 有电动 对 而且是体感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空间呢 非常好利用 它光它自己本身的空间呢 就有这个580的公升 然后呢 你把这个 底板往下放 底板往下放 可以来到700多公升 而且呢 如果你把前面座椅再往前推 再放倒的话 超过1600的这个行李箱容积 觉得非常好用啊 这已经是比大型SUV的这个空间都有的比 我觉得这个 这一点是非常棒的 而且你要平整化 它也是可以 我们把底板往上就可以了 对对对 它非常好用 所以你看 哇 整个平整化 再把椅子躺下来 这是真的是 不是只是充空 那个 这个空间而已 它实用性也非常好 没错 而且刚刚统哥当然 已经有略略带到一点 它的底盘优势 就是这种操控上的舒适感 再加上 它的引擎本身 这是一颗 屡屡得奖的 小排量的引擎 它不管是1.2也好 1.6也好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动力表现 但是你都可以达到省税金的这个优势 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会喜欢的地方 谢谢统哥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其实不是只有行李空间好 包括里面的收纳功能 它的操作界面 一起了解 接下来 小七座上的驾驶座 先形容一下 你的乘坐感觉 这台这我真的非常熟悉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它的座椅 它的座椅一般的欧系车 我们都认为会比较硬一点 而且会看起来很包 但是这个看起来座椅的造型很普通 但是你看它的剪裁 其实有一点巧思之处 特别的是你坐上来之后 你把它坐坐看 那个体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蛮喜欢 它在椅背上的这个蓝色缝线 跟这种线条的一点修饰 对不对 不是很张扬的 但你就觉得速度的也很好看 而且这个线条除了在座椅上面之外 你看在仪标板上面 对 这个皮带也是互相呼吁的 车门边 把手旁边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在看到那种 Airbomb的那个元素 好像在车子里面也随处可见 也都有 对 所以这个法国人的设计真的是很厉害 那如果我们坐进来啊 有一个小套房的感觉吗 有啊 又很舒服 非常的舒服啊 很家居风 对 而且这次小改款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整个空台变成平的 非常平整 因为排档也只剩这个波片 这样子很简洁 而且它还凹下去哦 所以整个会变成一个平面 仪表板的话 当然是12.3寸的全数位仪表 改款之后呢 多了这个显 引擎转速的显示 我觉得这个也是 显而易见的改变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车载系统 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 它的车载系统呢 它的空调是在车载系统里面 做界面控制的 那这空调有一点呢 我觉得很特殊 也是我以前用这台车载 很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打开选项呢 它有一个AQS空气品质的监测系统 你看我们现在把它打开之后呢 它就能够侦测 车外的空气的品质 如果不好的话呢 它会自动过滤 或者是变成内循环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 你看到灰扑扑的 那你就觉得能见度都不太好 你打开它 你会确保你空气的品质 在车室内 它会非常的好 还有啊 如果你习惯了很多的车厂 就是说我的中间的 这个主机的萤幕 都要有个主页面 然后再分享 再分享 你会发现 C5 Aircross它很直觉 你要空调直接按这里 你要车子的其他设定 就按这里 驾驶辅助功能 要开要关 要怎么设定 或者刚刚小七说的 那我进到这里 我可能有其他的选项 电话啦 音乐啦 好清楚喔 都不会让你错认嘛 而且下面也有实体按键 是的 一整排 你最常用它就是实体按键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现在的车子这种虚拟化的这个按键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万一荧幕坏掉怎么办 对 你看它下面有一个空调的off按键 你可以直接按掉 所以空调在这里这里都合理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法国人一些很贴心的地方 那收纳呢 收纳真的是我个人很在意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中间这里手机很好置放 这里有充电槽 对不对 然后这里 我跟你说 我那天试车的时候 我就发现手机放在这里刚刚好 我跟你讲 它这里下面 你看手机 还可以卡着 是可以卡着 没错 然后因为我的手机是特别大的 这里很好置放 背架之外 中间这个 可以收什么 超好用 可以收下你的手肘 你的包可以放进去了 这么深 而且里面很凉 感觉凉凉的 对 空调有倒到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放一些水在里面 可以保冷 保冷 没错 让它凉凉的 其实夏天蛮好的 然后手套箱 手套箱更棒了 分层关 超深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收纳空间 空间机能乘坐上的感受 确实 就是它给人家那种 会越来越爱的感觉 对 就很家居 非常的舒适 如果喜欢这样法式的氛围的话 载车买了之后 你会越来越爱它 然后你看到车门边 我说了 我包括它的把手 你摸得到的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都非常的柔润 就是说 它不会有一些硬邦邦的脚 你摸到的地方都很舒服 然后旁边 有没有看到这个 就我们刚才讲 它的Air Bomb这个元素 大大小小的都呈现在这里 那您知道Air Bomb真的也是 其中一个非常 特别又厉害的设计 地球王接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道 年底 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速力量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择你也看到吧 台下友们 地球王接线邀您一起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